高尔夫球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运动 有很多和人生相通的道理 自从打高尔夫球之后 我对日常生活工作 包括交易的认识和看法 进入了一个崭新从未有过的境界 本来就不错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得到了一个质的大飞跃 在自己收获满满的时候 我也愿意和大家分享 而每一次和大家分享 我自身的能力又得到提升 这种良性互动的收获非常美妙 因为我每做一个视频 每说一句话 提供的一条经验或者道理 都是我对某些事物表面现象的提炼 并且还有一定的独特性 你在别的地方可能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比方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套 功夫熊猫高尔夫球灰干法 看上去很独特 而且基球质量非常高 虽然我录的过程没有录得很好 球在镜头外面了 但是听声音你都可以感觉 我基球的质量 这套方法 从刚开始的一只笨拙的熊猫 到现在轻盈的转身 大约四个月的时间 基本上完成了开发研究 实践和理论化的过程 一件事情有理论的指导 也就是知其所以然之后 操作起来就更加容易简单了 有理论有好的方法 那么现在还缺什么呢 现在我要做的 就是要把这一套理论完善的基球方法 训练成不加思索的本能反应 要把基球变成本能 而且是尽快的达到这个效果 绝不能只靠简单的重复练习 好的方法能让你做到事半功倍 顺便跟大家提一下 我这几天上场 打专业的发球台是102杆 打业余的发球台是98杆 我会随时跟大家报告 我的进步情况 因为我在寻找 把理论转变成本能的最快方法 如果我能在短期内降低我的杆数 就表示我又自我提升到另外一个阶段 我们常常说学无止境 这句话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而最好的学习方法 就是加进自己的思考和创新 我打了将近三年的高尔夫球 进步最快的就是这四个月 因为我这套方法 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的 功夫熊猫灰肝背后的理论 不是我的创新 使用的理论基础都是前人和专家们总结出来的 只不过我的表现形式 不一样而已 所谓熟路同归 同样的思维逻辑 可以放在你的生活和工作之中 高尔夫球不仅能让我在享受的同时 身体更健康 也让我另一项带有冒险行为的事业 有了质的飞跃 这是我的频道 我会把生活 工作 运动 各方面 思考的结晶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能常来看看 偶尔想想 我的分享 说不定也能让你 自身成长 最后请大家欣赏一下 令我非常舒服的 基球声 我是Fran 欢迎提问和互动 看我能不能够帮助你 找到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方案 谢谢收看 下次见